今天是台湾所谓三一八太阳花学运三周年的日子 当年反服务团体今天重返台立法机构 呼吁尽快完成两岸协议监督条例审议 对此国民党方面决定下周排案审查两岸协议监督条例草案 民进党内则认为以目前两岸冷和情况没有急着立案的必要性 如何看待岛内各方对待两岸协议监督条例的态度 台湾时事评论员邱毅 郑又平有独家观察 经过两周清查 台教育部门17号公布 岛内共有72所大专院校涉及与大陆出具所谓不适当承诺书 将立即发函纠正并要求未来两岸校级之间签署书约需报审 此举将对两岸高效交流产生怎样的影响 有民调显示 近五成台湾民众认为 这背后有政治力干预学术自由的一意 民进党当局大肆炒作此事又有何目的 台湾时事评论员邱毅 郑又平为您深入解析 18号 美国新任国务卿蒂勒森到访中国 开启东亚三国型最后一战 蒂勒森此行访华是否在为两国领导人会晤打前站 到访中国前 蒂勒森曾在韩国强硬表态 称对朝鲜军事行动是摆在桌面上的选项 美国新一届政府未来在朝鲜问题上会有怎样的动向 时事评论员洪林有专业解读 海峡新干线 两岸看世界 这里是东南卫视海峡新干线 我是艾科主 在福州向各位问好 完美好赚六贵福珠宝 本栏目由中国将星珠宝品牌六贵福剧名播出 节目开始 我们首先来关注 据台湾媒体报道 五党团结联盟明代高金素媒 17号在台立法机构质询时 对台行政机构负责任林权发动舌战攻势 称蔡英文当局的经济战略是所谓清美贴日剧中 林权则表示不认同所谓剧中的说法 媒体总结 高金素媒质询属于呛辣风格 几乎不让林权有机会回答 或者是一听到林权回答的不好就直接打断 五党团结联盟明代高金素媒 17号在台立法机构质询时 对台行政机构负责任林权说 马英九当局时期的经济战略是所谓清美有日合中 蔡英文当局的经济战略则是所谓的清美贴日剧中 五党团结联盟明代高金素媒说 蔡当局经济策略亲美 但特朗普上台对台态度一个月数变 台美贸易台湾将变成弱势方 美牛 美猪 基因改造农产品都要进到台湾 军购又要台湾吞下 贴日就是倒贴日本 要台湾吞核灾食品 官员还帮日本擦脂抹粉 台日贸易逆差会更大 去中则让观光产业重创 台行政机构还解散ECFA 而两岸贸易每年享有的出超300亿美元 将快速降低 蔡当局要怎么应应 林全称不认同这种说法 声称我不认为我们聚中 不是我们不欢迎观光客 而是中国大陆减少观光客 不能说我们聚中 高金素媒又说 蔡英文选前说要维持现状 但这十个月 他拒绝承认九二共识 拆解选前现状 这是欺骗台湾民众 还力推所谓转型正义扰乱社会 有人说戒严时代的威权 是指拼经济不能谈政治 可如今民进党当局时代的新威权 是指拼政治 不谈经济 另一方面 今天是台湾所谓三一八 太阳花学运三周年的日子 当年的反服贸团体 今天重返台立法机构 呼吁尽快完成 两岸协议监督条例的审议 台立法机构内务委员会赵伟 国民党籍民代曾明宗 十七号表示 下周三四将台案审查 两岸协议监督条例 曾明宗说 两岸关系稳定 是台湾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 过去民进党不当证实 强力主张定定 两岸协议监督条例 如今民进党上台施政已九个多月 台行政机构也将此列为优先法案 但民进党团对此仍然冷处理 代表民进党不想面对和处理 对此 民进党台立法机构党团书记长 李俊逸表示 现在两岸间的状态 短期内没有签协议的可能性 他认为 该法案没有急迫性 将见招拆招 民进党台立法机构党团 总照柯建民也表示 届时如何攻防 当团内部会再严伤 相关话题 我们来临线台北影博士 贺南时间交给你 好 客主 感谢月华不锈钢 对于本栏目的大力支持 帕生锈用月华 今天来到我们论到台北板块的两位教授 分别是中国文化大学 邱玉教授 教授你好 主持人好 大家好 还有台北大学 郑又平教授 教授你好 贺南好 各位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是台湾所谓的318运动三周年的日子 那么当年的时候 反服务团体是在今天的时候重返了台立法机构 说要呼吁尽快完成什么呢 两岸协议监督条例的审例 那么对此 国民党方面是决定下周的时候拍案审查 两岸协议监督条例草案 而民进党内则是认为说 以目前两岸冷和的情况 没有那么着急安排立案的必要性 那么对于这三方面 对待于这样一个两岸协议监督条例的态度 我们想请教一下 邱毅教授 您有怎样的观察 而您是如何看待的 我们如果回到三年前的太阳花运动的时候 他们其中有一个主要的主题 就是当时以所谓的服贸 黑箱作业 作为他们发挥的一个主题 他们认为说服贸应该要搁置 那么对于未来要进行的货贸 他们认为也应该重新考量 而他们认为前提条件 就是应该先有一个两岸协议监督条例 而当时民进党是完全的呼应 这些所谓太阳花的学生 他们所提出的主张 可是呢 民进党成为太阳花运动的最大的受力者 取代了国民党成为台湾的执政党以后 照讲应该兑现承诺啊 而且两岸之间现在的关系陷入了冰点 那更应该有所突破啊 所以两岸协议监督条例 本来就应该加速立法 列为优先法案 可是很奇怪的是 民进党的态度180度的转变 他几乎是把两岸协议监督条例 搁置在冷冻库里面 那这一来的话 当然就引起了当时太阳花运动里面的 一些民间的团体 那这些人大概就是民进党执政之后 没有分到一杯羹的 那些太阳花运动的运动者 那么他们当然提出抗议 国民党这时候呢 也正好要揭穿民进党的假面具 也就是国民党就马上提到 就主动提案啊 排入议程啊 准备看你民进党 怎么处理这个烫手的山域 民进党为什么难处理 为什么进退两难 因为到目前为止 太阳花的金明年 所提出来的民间版本 其实应该叫做 两岸不协议监督条例 怎么说呢 因为他开中民意 就是两国论呢 那民进党的党团的版本 虽然没有名字两国论 但是看里面的内容 其实也接近两国论 所以他们认为说 这时候如果来审 两岸协议监督条例 那对两岸的关系 一定是雪上加霜 所以最好的方法就是不碰 就是不碰 才回避的态度 那所以现在民进党回避 而太阳化的余孽进逼 而国民党呢 这时候热的要去揭穿 你民进党的假面具 于是国民党就排案 刚刚教授有提到说 要揭穿民进党的假面具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可能也要跟郑教授 一起来探讨一件事情 就是昨天的时候 台行政机构的负责人林全 是在台立法机构 接受台湾少数民族 民意代表高金素媒的质询 当时林全表示说 不认为说现在的民进党 蔡英文当局 有所谓聚中的这种态度 针对于大陆游客的这个部分 他表示说 不是台湾方面不欢迎大陆观光客 是大陆在减少观光客来台 好 我们要跟教授共同来探讨的是 林全的这个说法 在当前的真实局面之下 站得住脚吗 林全这个说法 已经变成是个笑话了 在台湾大家都已经很习惯了 就是现在民进党当局 包含蔡英文的发言人 或者是陆委会的发言人 每次碰到任何问题呢 一定是一番诡辩 但基本上呢 我们听听看这个逻辑 这个逻辑都是说 大陆方面没有善意嘛 大陆方面为什么 老是要设政治前提 大陆方面为什么 都不能够冷静一点 理性一点 全部都是别人的错 但是这个问题 其实摆在大家民众眼前 是很清楚的 今天两岸关系会走到这样子 当然是因为你蔡英文当局 你拒绝承认九二共四 你在岛内不断地搞 去孙话 去讲话 去中国话 追杀国民党 追缴国民党 所有的党产 你这种政治斗争的手法 其实就是在法理台独 这条红线之后 所有手段你都使尽了 那么更不要讲说林权在讲到观光客这件事情的时候 真的让大家觉得啼笑皆非啊 现在中国大陆所面对的台湾的这个整个观光旅游环境里面 我们看到了民进党当局是极端的不友善 那试问这样子的氛围又是由谁来承担责任呢 当然是民进党 所以林权讲这个话呢 在台湾社会引不起任何的兴趣 大家也就是把它当笑话看 根据台湾媒体的报道 经过了两周所谓的清查之后 那么台教育部门的主管 潘文中在17号的时候公布说 岛内一共有72所大专院校 涉及于大陆出具所谓不适当的承诺书 那么台教育部门将会立即发函纠正 同时还要求未来校区之间签署的书约 都需要进行一个月之前就报送到 台湾的教育部门进行相关的审查 不过有民调就显示说 有将近五成的台湾民众认为说 这背后其实是属于叫政治力干预学术自由 有这样的一个意义 那么认为说民进党当局 是在大肆的炒作这类事件 我们一起来看 据报道 台湾地区目前共有约160所高校 涉及于大陆出具所谓一中承诺书 等有72所 几乎占了全台高校的半数之多 事件起因是台湾世新大学 终身教育学院 2016年12月20号 发出签署研究承诺书 邀请11位大陆学生 今年2到6月赴台上课 承诺书保证 课程内容不涉及任何政治敏感活动 且不从事任何有关 所谓一中一台 两个中国 台独等方面的活动 引起台湾社会热议 后续台湾又有多所高校 被立于民代媒体爆出 曾签署类似的承诺书 因此台教育部门主管 潘文忠日前在台立法机构承诺 会在两周内完成清查 17号正式公布结果 根据清查 2005至2017年间 共有72所岛内大专院校 向大陆方面提供承诺书 另一方面 大陆共有26省市 要求提供承诺书 最多为浙江省 台教育部门声称 对于现有及过去学校 出具所谓不适当的承诺书 将立即发函纠正 未来两岸校计所签书约 都将视为两岸协议的部分 一律依据两岸人民关系条例处理 事件爆发以来 所谓一中承诺书议题 已经引发了台湾社会的诸多争议 台湾某基金会民调报告显示 有46.2%的台湾民众认为 此案是政治力干预学术自由 该基金会呼吁民进党当局 政治意识形态应该退出校园 台湾当局的教育部门 这一次是决定说 要发函纠正党内72所大专院校 就是涉嫌跟大陆签署 所谓的这样一个承诺书的事件 并且是提出来说 接下来要签所有的约 提前一个月先报上来 我们想跟教授共同来探讨的是说 当有这些的行政的命令之后 对于两岸间校际的交流 学术的交流会带来怎样的影响 当然会有非常不利的影响 尤其民进党执政以后 大家知道他基本上 他的教育的方式 那更是把什么台独两国论 当成是政治正确 在这种情况之下 你如果是大陆的 我是大陆的家长 陆生的家长 我也怕 我是大陆的这个陆生的母校 我也怕 所以当然会有这样的要求 结果教育部 一查的结果发现 不是只有世新了 是72所大学都有啊 那占得台湾现在大学的半数了 好 那你现在教育部在这种情况之下 他还能够开闸吗 还能够去处罚这些72所大学吗 台湾这么小的地方 本来就没有办法容纳150几所大学 所以陆生的进入台湾 对很多的大学的财务问题 确实有很大正面的一个效果 对两岸的交流 对两岸之间求同存异 有非常大的帮助 好 那你现在 你不但对陆生歧视 你现在还来搞这种文化上的斗争 教育部口口声声讲 他说大学签这个东西 违反了两岸人民关系条例 那我请问你 什么叫两岸人民关系条例 两岸人民关系条例 开宗明义就是说 一个中国之下 两个地区 一个叫台湾地区 一个叫大陆地区 我请问你 你民进党有遵守 你民进党执政的蔡一文当局 有遵守两岸人民关系条例 这个精神吗 而两岸人民关系条例 是主要的当时的修正的版本 是谁主导的 就是蔡一文担任陈水扁 陆委会主委的时候 主导所修出来的 那今天你自己违反了 一个中国两个地区的 两岸人民关系条例的原则 你竟然还有脸去指责大学说 我签了这个什么 一中承诺书 本身是违反的行为 要去开查 要去处罚 要去压制 甚至还要要求这些大学 要报准 要交易部报准 你不觉得这个行为 非常的矛盾 非常的卑劣 非常让别人看不起吗 刚刚其实教授有提到说 民进党做的这些 更多的是一种政治的黑手 政治的考量 是把政治的手插入到了校园之中 其实在一开始的时候 民进党籍的明代是说 这个是属于大陆方面 把手插到了校园之中 我们要跟郑教授一起来探讨 我们前面短片有提到说 对于这件事情 现在有民调出来 岛内有大概46.2%的民众 在根据调查 有近50%的民众 认为说 这明显是台当局 在政治力干预学术自由 好 我们要怎么样去看待说 现在的这个民意 民进党不是一直说 他代表民意 他真的代表吗 这个民调的结果 就是在全世界面前 用民意给民进党当局 给蔡英文甩了一个大耳光 就是你当时 在那边满口胡说 说是这个中国大陆方面 把黑手伸进台湾校园 是政治力干预学术自由 结果没有想到 经过了一两个礼拜 尘埃落定了 老百姓脑筋清楚了 不对啊 政治力干预大学校园 用政治意识形态来污染校园 是你民进党啊 今天他为什么会对 这个陆生来台念书 大陆的同胞来台湾念书求学 会这么紧张呢 讲穿得很简单 在过去的八年里面 我自己的经验 在我的班上 从三个两个 然后慢慢到了十几个 到了学校有几十个 上百个的陆生来 然后我自己亲眼看到 我的学生们 跟大陆同学之间的那一种 相亲相爱 水乳交融 大家变成好朋友 还有很多人变成说 就算回到了大陆各个城市去 他们跟我的学生之间 依然保持密切的来往跟交流 很多学生就跑到大陆去 自助旅游 可是呢 各地都有这些朋友们 在帮他们打点安排 像这样子的成效 从共通的情感 逐渐的有可能要培养出来 共通的认同感的时候呢 蔡英文他们这些独派分子 吓坏了 所以他现在用各种动作 包含故意去讲说 什么陆森就是共谍了 像这样子的这种做法呢 讲穿了就是他畏惧 他恐惧两岸青年世代之间的持续交流 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 台湾的民众眼睛是雪亮的 从这个民调是看得清清楚楚 好 民进党当局的那些事 我们先放一边 我们要来关注一下国民党方面 近来中国国民党主席之争是愈演愈烈 在今天上午的时候 党主席参选人吴敦义是为竞选总部成立 举办了团结实施大会 马英九和国民党台立法机构 党团总招廖国栋等 蓝英重量级人物都到场加油 场上吴敦义是表示信心满满 承诺当选后会带领国民党赢回尊严 我们一起来看 中国国民党主席参选人吴敦义 在支持者的加油声中走进会场 吴敦义竞选办公室 18号上午举办竞选总部成立 团结实施大会场面火爆 大量支持者到现场声援 马英九既出席 郝龙斌竞选办公室成立活动之后 也来到现场支持声援吴敦义 各位都知道本党在最近三年来 遭遇到前所未有的挫败 成为了在野党 我个人当然要负责任 而当情势如此低迷 挑战如此严峻的此刻 还有六位先进同志 愿意出来承担责任 面对挑战 让我们感到非常的振奋 在这里要特别 希望大家同心协力 尤其是我们敦义兄 让我们能够真正的 把我们的党救回来 除了马英九 多位国民党中常委 以及多个建设党部主委 也到场力挺吴敦义 国民党台立法机构党团 总照廖国栋 也率领十几位蓝英明代 站台声援 过去一年 党团在前线作战 我得坦白说 我们经常得不到 好的奥远 等不到好的奥远 所以我们希望 今天我们既然 做了这个决定 要支持吴敦义 来参选 让他当选 我们就是要寄望 吴敦义兄 来带领我们的 国民党 重新赢得人民的信任 重新赢回政权 好不好 好 竞选团队方面 前麻烦秘书长曾永泉 也在现场宣布 出任吴敦义竞选总部 总召集人 吴敦义在台上信心满满 承诺当选后 会为国民党赢回尊严 站在我的背后 是我最能够挺得住的靠山 这些靠山还有在座 许许多位力挺我的人 在火战车的音乐当中 我跟各位 非常坦诚 明白 出自肺腑的宣誓 如果当选国民党的主席 我一定要让中国国民党 赢回尊严 同心协力 赢回政权啊 加油 除此之外 吴敦义还细数过去几十年 为国民党立下的战功 想打正几牌 赢得党员支持 请信任吴敦义 请好好地 把吴敦义四十年 从北部中部南部 从行政立法到党务 保金淬炼 请把我 视心 视胆的奉献 拿来做中国国民党所用 好不好 好 好不好 好 好不好 好 好 国民党主席选战越演越烈 除了吴敦义 另外两位民调领先的参选人 是洪秀柱主席 以及副主席郝龙斌 近来也是动作平平 在17号上午的时候 郝龙斌是狠批了挺吴敦义的中常委 在搞一些小动作 那么因为一边比赛是一边在修改规则 更强调说 身为党主席本身要无私 不可以把党主席的位置当成下一个位置的跳板 我们一起来看 中国国民党主席选举竞争激烈 台湾民意学会理事长黄国敏 17号公布民调 有45%的党代表 支持前台湾地区副领导人吴敦义担任党主席 21%支持现任党主席洪秀柱 17%支持副主席郝龙斌 其余参选人国民党前副主席詹启贤 前明代潘维刚 台湾农产运销公司前总经理韩国瑜 支持度都没有超过2% 针对参选人试任度 民调显示 53%受访党代表认为 吴敦义最适合担任国民党主席 15%认为是洪秀柱 11%认为是郝龙斌 在看好度部分 43%认为 吴敦义最有机会当选党主席 其次是洪秀柱 16%与郝龙斌8% 对此洪秀柱17号上午出席活动时回应说 没什么好解读的 这民调本来就起起伏伏参考吧 各个报纸 各个团体所做的民调都不一样 只参考就好 可是也很恭喜吴敦义 另一头 郝龙斌17号当天 在高雄钢山眷村败票开奖时 则狠批力挺吴敦义的中常委最近的动作 即把党代表选举办法 由原本入党满四个月提高到一年 进一步限制年轻人参政的资格 郝龙斌说 大家有听过一边比赛一边改规则的吗 此外郝龙斌还强调 选党主席不是为了自己 而是为了国民党 做一个党主席要无私 不能当成下个位置的跳板 未来谁能替国民党打赢 下届台湾地区领导人选战 他就支持谁 帮助国民党重返执政 针对近来 民意认为 台湾鸿海集团董事长郭台铭 是2020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的最强人选 郝龙斌表示 如果他是最强的候选 我要穷尽洪王之力 也要把他请出来 让他代表国民党参举 关于国民党主席的选举 好 我们来看一份比较新的民调 新的一份民调 说有45%的党代表 是支持吴敦义担任党主席的 而洪秀柱和郝龙斌的支持率 分别是21%和17% 我们综合前面的一些民调数据来看 现在选举的态势 是不是出现了一些变化 在吴宏好的这种三国演义 是不是重新又上台了 吴敦义优势会不会更明显 我们想请教一下邱毅教授 现在在台湾 民意调查的结果 那个支持度 已经变成造势的工具了 已经变成选举的工具了 所以未来的一段时间里面 在5月20号以前 我可以保证一定还有很多很多的 民意调查 支持度调查会出来 各个阵营在背后使力 到现在为止 如果依照我的客观的观察 我认为还是三强鼎立 郝龙斌 红秀柱 吴敦义 三强鼎立 而三强鼎立的结果 吴敦义现在也打乱了 吴敦义现在跟郝龙斌 为了党代表选举门槛的问题 杠上了 那我请问你 如果第一轮的结果 5月20号第一轮的结果 出现的是现任的主席 红秀柱对上挑战者 吴敦义 郝龙斌的支持者 在第二轮的时候 他们会把票 会把支持度 灌给谁 他就会灌给 红秀柱啊 为什么 因为他们现在对吴敦义的 这一种 要修改党代表选举方式 是高度不软嘛 所以对吴敦义反而不利嘛 所以我就认为 吴敦义的选举 已经也打乱了 本来大家认为 条件最好的是吴敦义 可是既然吴敦义 有这么好的高度 有这么好的资历 有这么好的条件 他的选举就应该 要更走所谓的大道嘛 如果选举的过程里面 还是一样跟其他的候选人 一样搞一些 所谓的旁门左道 或者在里面 那么不断的做情绪性的发言 或者攻击对手的一个发言 那对吴敦义来说 基本是不利的 刚刚教授其实有提到说 好龙斌方面 可能会存在的一些态度 以及之后的一些推演 其实让我们会注意到 在过去的这一周来讲的话 好龙斌方面的话 是救了这一次 中常委上面的一些事件 是狠批吴敦义的一些态度 认为说 这个吴敦义方面的一些中常委 是一边比赛 一边修改 规则 同时还放话 就刚刚我们短片也看到 好龙斌是放话说 身为一名党主席 本身要无私 不可以把党主席的位置 当成下一个位置的跳板 我们想请教一下 郑永平教授 以好龙斌的这个放话来讲的话 有怎样的一个态度和道理 好龙斌的这一番谈话 这一番主张 当然呢 在党内确实是引起了相当多的回响 说这个游戏规则改 要从你要有四个月的这个党籍身份 拉到一年 你等于是把过去这一年里面 所有因为觉得他们愿意支持国民党 愿意认同国民党这些年轻朋友 等于通通都排到外面去了 这个当然是确实引起了相当多的不以为然 那就觉得说又是暗示政治 又是一群大佬在幕后呢 用黑手去调整了游戏规则 这个无非就是为了政治上的这种竞逐 郝龙斌另外还说了说 你不能把党主席位置当作下一个位置的跳板 而且他承诺说作为党主席 他就不参选下一届的领导人的大选 其实这个话又我觉得是稍微有点矫情了 如果你作为一个党主席 你把国民党复兴起来了 你把来营的势力凝聚起来了 那众望所归你也要当仁不让啊 所以也用不着这么矫情 而且呢他这两天还说 他拼了命都要去请郭台铭 郭董出来选 那这个就很有意思了 这个在我们来看 也就是在党主席选举里面 选举里面玩的花招 这也是一个技巧 都是为了争取人家对他的认同跟肯定 另外的话 我们要跟邱毅教授共同来探讨的是 刚刚其实有提到 就是说国民党现在有点乱局 那这一次的话 当主席选举是非常热闹 但是我们去对比 在14年15年那个时候 可能国民党第一潮期的时候 当主席选举不是这么热闹的 那现在在外界就有一种声音 是点名说吴敦义 吴敦义为什么你在那个时候 低谷的时候没有出来 现在时候这么热闹 这番话当然有合理的地方 那也有不合理的地方 那怎么说呢 他提到吴敦义有两场选举确战 一场选举是在2015年 那时候国民党正面临了九合一选战 调了好多个重要的直辖市 吴敦义当时不出来的原因 吴敦义很坦诚的在京华饭店 那么跟我讲了两个多小时 他说他在2012年 担任马英九的副手 赢得大选以后 确确实实想问鼎 2016年 他也做了很多的准备 可是呢 当时不知道是哪个黑手 这个黑手呢 害怕吴敦义 串得太高 串得太快 于是用各种的卑劣的手段 那么就在一传媒 里面把吴敦义丑化了 一共搞了吴敦义八个案子 任何台湾发生的 包含林医师什么 都会扯上吴敦义 到了最后 民进党乘势而为 把战斗力最强的吴敦义 从吴先生改名为白先生 为什么叫白先生 说吴敦义叫白贼义 什么叫白贼 闽来与白贼的意思 就是公北产 就是说谎话 吴敦义当然很在意 所以吴敦义认为说 他即使把八个 被冤枉的案子都厘清了 官司都打赢了 可是问题是根深蒂固 他的民调已经上不来了 所以吴敦义说 他没有办法选 我认为吴敦义这个说法 我可以接受 当时的形势使然 吴敦义根本就没有办法出来 出来的话很可能 以大输产输作为结局 政治生命结束 可是我比较不能原谅吴敦义的 也是胡佑为所说的 另外一个选战 也就是2016年国民党 不是输去大选 没了执政权以后 那国民党那时候 世纪非常的低迷 那那个时候 朱立伦引就辞职 党主席要补选吗 那吴敦义那时候应该 该当人不让了吧 你不肯出来 你现在看到蔡英文执政 天怒人怨 成为过街老鼠 你认为国民党有机会 重新执政了 于是你这时候又出来 要去抢党主席的位置 这基本上大家会觉得说 正当性不足 好 我们感谢两位教授的观点 我们要先进一段广告 休息一下 广告回来 我们要继续岛内新闻的论点 欢迎回来 这里是东南卫视海峡新干线 我们继续来关注台湾岛内的消息 据台湾媒体报道 前台湾地区领导人 马英九涉嫌教唆泄密案 于本月14号遭到台北检方起诉 国民党台立法机构党团总照 廖国栋在17号上午的时候 是带领十多名党团成员 为马英九加油 众人高声几呼 停止政治追杀的口号 我们一起来看 关马英九清白 关马英九清白 国民党台立法机构党团总照 廖国栋 17号上午带领十余名党团成员 集体声援马英九 在这场名为 马英九加油的记者会上 廖国栋表示 蔡当局上台后 所有时政都背离民意 倒行逆施 一例一休导致各方皆输 年金和司法改革 也造成社会动荡 他为社会感到忧心 蔡当局为了扭转 施政不利局面 用最熟悉的 最民粹的操作手法 才会突然爆出 马英九被起诉的事件 针对马英九涉嫌 教唆泄密 遭台北检方起诉 前国民党籍民代秋毅 同一天也在微博上说 蔡英文是在罗知罪名 整死马英九 检察官和法官 刻意淡化抓司法官说 将之扭曲成 马英九和王金平之间的斗争 然后抓住一些 涉及县密侦查 不公开的瑕疵 将其法律事实扩大渲染 务必使马英九深陷其中 最后将其罗知入罪 邱毅还给马英九 挣脱罗知经的陷阱提了建议 并且强调三个重点 一是要确定 台湾地区领导人的职权 必须处理重大政治危机 二是要强调 再处理政治危机的 迫切性和必要性 三是此案 牵扯台立法机构负责人 台法务部门主管 民进党团总照 自然是动摇 台湾根本的政治危机 邱毅表示 希望马英九能听尽他的建议 将之作为诉讼策略的主轴 粉碎蔡英文的罗知阴谋 面对前党主席被起诉 几位国民党党主席的参选人的态度 其实是有些许的微妙 比如说在台中的蓝营 就有重量级的人物张立杰表示说 国民党不会因此 就是因为马英九被告了 就团结在一起 那么几位参选人也是各有目的的 好 我们想请教一下郑教授 您是如何看待这种说法的 刚刚您提到了十几位 十五位的这个民意代表 去为他这个申援 他是国民党此刻风雨飘摇 前党主席被起诉 这等大事 你这三十几席民意代表到哪去 三十五席怎么只来了十五人 这个很有意思 我们再看这个状况 大家就要理解 在国民党党内此刻 停马的反马的力量 还是在那边较劲 马英九呢 的确在国民党的基层民众里面 或者是国民党的深蓝的这些选民 这个代表里面呢 真的很多人对他相当不满意 很失望 认为说今天国民党的困境 国民党的衰败 或者是台独气焰的张狂 马英九 你呀脱不了责任的 但是另外一方面呢 又有很多的马迷 马友友 爱马仕 还是有不少人 是支持马英九的 那这些党主席的候选人 就要盘算咯 我要不要得罪这些人呢 这些人的选票 是不是我也可以争取 所以大家就肆有若无的 还是要跟马英九 保持一个有点黏 不会太黏的关系 这是政治上拿捏的艺术技巧 但是我必须说 你冷静看 你就会觉得说 算得太精了 机关算尽 又有什么意义呢 所以还是国民党里面 这些党主席 各有各的盘算 大家其实没有一心的 为蓝营的势力着想 讲一句良心话 今天如果马英九被判刑 马英九就这样被政治追杀 他伤到的不只是马个人 不管我们喜不喜欢马英九 支持他 他不会只伤到马英九 他伤到的是整个蓝营政治板块的形象 跟他的凝聚力 我们感谢两位教授的观点与点评 接下来我们把时间还给福州演播室 各主 好的 谢谢贺南 据台湾媒体报道 为因应台当局党产会重启党产清查 国民党半年来配合自查就有党产 发现一批1947年国民党政府发行的第二期美金公债 估算限值约为385亿元新台币 17号国民党举办记者会证实此消息 并呼吁党产会公平调查还社会真相 据台湾联合报报道 国民党17号举办记者会 国民党行管会主委邱大展 秀出美金公债债券银本 证实国民党自查党产挖道宝 光是手上这些债券就价值385亿元新台币 国民党呼吁党产会重视国民党对台湾的贡献 没有错 我们自己也蛮惊讶的 说国民党有这么一笔这个所谓公债 我们会在下礼拜就把它申报出去 希望党产会按照党产条例规定来调查 说这笔财产是国民党的 而且是正当的 那就还给社会上面一个怎么讲 一个事实的真相 国民党方面表示 这些美金债券是1947年国民政府发行的 运到台湾后委托中国信托银行保管 分装成68强 价值高达3648万美金 依照美国黄金储备法案规定 35美元对一盎司黄金 限值约合385亿元新台币 不过党产会发言人施警方 听闻此消息直呼好笑 施警方说 不论财产是还在国民党身上 又或是已经转移 国民党内部应该都会有记录 国民党说现在才知道 很可笑 民进党籍民代林俊宪随后也的社交网站上 列出两岸人民关系条例第63条 指出国家统一前不予处理的债务 其中就包括这批黄金债券 而前海基会副董事长高孔连则表示 除非修改台湾法规 否则依两岸人民关系条例规定 这笔黄金债券目前不予处理 但他相信国民党公布这批黄金债券 其实并非真想要兑换 而是想让台湾社会了解 国民党对台湾的贡献 在下一节您将会看到 18号美国新任国务卿 蒂勒森到访中国 开启东亚三国型最后一战 蒂勒森此情访华 是否在为两国领导人会晤打前战 到访中国前 蒂勒森曾在韩国强硬表态 称对朝鲜军事行动 是摆在桌面上的选项 那么美国新一届政府 未来在朝鲜问题上 会有怎样的动向 时事评论员红林 为您带来专业解读 这里是东南卫视海峡新干线 我是艾科竹 完美好赚六贵符珠宝 本栏目由中国匠星珠宝品牌 六贵符居民播出 想要了解更多更丰富的两岸资讯 您还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或者是搜索关注 海峡新干线栏目官方微信号 我们接下来进入 今日中半环节 美国新任国务卿 蒂勒森今天中午抵达北京 展开其旅行后的首次访华之行 中国外交部长王毅 今天下午与蒂勒森举行会谈 并在会谈后 共同出席记者会 介绍会谈成果 北京时间18号下午一时许 美国国务院在推特上 发布了一张 国务卿蒂勒森抵达北京的照片 并在照片下的推文写着 美国希望与中国建立建设性的成果导向型观景 在王毅与蒂勒森会谈后的记者会上 王毅形容这次会面坦诚和富有成果 双方就两国元首会晤的准备工作 达成了很多共识 就近期安排两国元首会晤市 进行了深入的讨论 启动了相关的准备的工作 也就此达成了越来越多的共识 我们同意继续保持紧密的沟通 要确保两个元首 以及各个级别的交往 都能够顺利成功 蒂勒森在记者会上还表示 朝鲜半岛局势目前已达到危险局面 中美双方要共同努力 让朝鲜放弃核武 据悉 蒂勒森访华期间 还将和中方官员就中美贸易投资等合作领域 以及双方面临的挑战等议题进行讨论 外界指出 此次蒂勒森访华 凸显了中美两国愿意保持各领域各层级交往势头 在访问中国之前 蒂勒森先后到访日本和韩国 其东北亚首秀多次提及朝核问题 据韩国媒体报道 当地时间17号上午10时许 蒂勒森一抵达韩国后 立刻转成黑鹰直升机直奔飞军事区 蒂勒森最先到板门殿的共同警备区 看望警备队所属的美韩官兵共进午餐 之后蒂勒森远眺朝鲜地区听取汇报 在朝韩军事分界线附近拍照留念 并进入军事停战委员会会议场地参观 而在之后与韩国外长的联合记者会上 蒂勒森明确表示 对朝鲜的战略忍耐政策到此为止 为敦促朝鲜契合 将探索一切可能性 所有的选择是在标准上的标准 当然我们不想让事情进入军事 我们很明显在我们的关系 但当然如果南韩国拥有军事 和我们自己的军事 那会被遇到正确的反应 如果他们提供的攻击 相关话题 我们来连线北京演播室的时事评论员红林 我们看到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在韩国强硬表态 说对朝鲜的军事行动是摆在桌面上的选项 结合他一到韩国就直奔朝韩军事分界线的举动 那么您觉得这代表了美国新一届政府 未来在朝鲜问题上怎样的动向呢 这里面说实话美国是有一个考虑 就是传递一个信息给自己的盟国 不管是日本还是韩国 就是美国是有能力给他们提供安全保障的 那么这一点呢在韩国应该说更明显 那么另外一点呢蒂勒森也谈到了 就是过去二十多年 那么美国对朝这种政策是失败的 应该说这个结论是对的 但是如何去改变这样的一个状况 那么恐怕未必像蒂勒森所说的 那么像军事解决也是摆在这个案头的一个选项 类似的话 虽然在过去这些年我们看到 那么针对很多国际问题 美国都说过类似的话 比如说伊朗核问题解决的过程中 美国也曾经不止一次的谈到 就是说那么对伊朗动武解决他的核计划 那么也是一个选项 那么最终我们看到了还是经过谈判 那么伊朗核问题在2015年的时候 达到了达成了一个全面解决的一个协议 因此这一次就是蒂勒森 那么关于朝鲜半岛问题这样的一个表态 虽然说那么比较强硬 但是呢 像他所说的军事只是一个选项 那么这种现实性或者迫切性有多高 恐怕没有媒体渲染的那么厉害 那么这也是美国外交以来 就是一直以来 他一个比较熟练的一个手段 一方面那么恐吓对手 那么向对手施压 另外一方面呢 给自己的盟国 那么提供这样的一个保护 那么通过这样一个强硬的信息 让盟友感到安全 那么继续待在美国的保护闪之下 17号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推特上发文 指责中国和朝鲜 称朝鲜的作为十分糟糕 一直在玩美国 中国做得不够 那么特朗普建制朝鲜 又指责中国 要达到什么目的呢 其实呢 特朗普这方那种表态呀 那么也是在施加压力 然后另外一个角度呢 是推卸自己的责任 事实上呢 就是破坏六方会谈的 那么已经出现了好几个方面 就是说好几个国家 而美国事实上也是对六方会谈 那么不是特别的上心 那么一味的强调制裁施压 那么最终六方会谈 我们说破裂 到今天这种局面 应该说美国也是难辞其咎的 因此从这个角度来讲 那么特朗普 那么把责任推给其他的国家 那么把美国 那么描绘成一个 好像他是半岛局势 真正关心 真正想解决这个国家 这和事实完全不符 如果你是真心的 想解决朝鲜半岛的问题 恐怕你的思路 确实需要改一改 那么就像中国所提出的 这种双暂停的一个方案 一方面美韩方面 停止大规模的军事演习 韩国方面 这个朝鲜方面 那么停止相应的这种核岛的活动 那么只有使这个局势降下温来 那么问题才会能够找到一个 就是解决那种气氛 因为我们知道 这个气氛如果不融洽 这个氛围不对头的时候 那么这种谈判 实际上它是无法举行的 而现在这种剑拔弩张 武力飙车的一个状态 那么只能使形势越来越紧张 那么并不能为谈判创造条件 好的 在下一节您将会看到 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 在白宫会见的德国总理默克尔 并出席联合记者会 会谈的内容受到关注之余 特朗普对于默克尔的态度 也令大众惊讶 这里是东南卫视海峡星干线 我是艾科竹 完美好赚六贵福珠宝 本栏目由中国匠心珠宝品牌 六贵福剧名播出 我们来继续关注国际方面的其他消息 据环球时报报道 受天气影响而推迟的美德领导人会晤 17号在白宫举行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在白宫会见了德国总理默克尔 并出席联合记者会 会谈的内容受到关注之余 特朗普对于默克尔的态度也令大众惊呆了 记者会上美国总统特朗普向德国总理默克尔重申了自己坚定支持北约的立场 并敦促北约盟国承担应有的北约防务上的财务负担 特朗普说许多北约盟国在过去没有承担应有的财务负担 这一做法对美国来说非常不公平 默克尔表示 德国国防开支在2016年增加了8% 德国承诺在2024年达到国防开支占国内生产总值2%的目标 在贸易方面 特朗普表示支持自由贸易 称他倡导的美国优先执政理念不是孤立主义 但他同时强调 美国在全球贸易中受到不公平待遇 表示贸易政策应该更强调公平性 特朗普表示 期待美德两国有良好的贸易关系 除此之外 媒体人士还关注到 此前特朗普在白宫的总统办公室 与他国领导人会见时 都会亲切握手 并供媒体拍照留念 而此次面对德国总理默克尔的来访 特朗普不仅没有与他握手 甚至根本都不搭理默克尔 连看都没看他 更尴尬的是 默克尔曾多次向特朗普抛去求握手的眼神 甚至后来忍不下去了 还直接问特朗普 咱俩要不要握个手 但都被板着脸的特朗普彻底无视 这一历史上最尴尬的一幕 瞬间震惊的西方媒体 纷纷登上媒体当天头条 不少西方媒体认为 这可能与两人完全不搭的三观 以及之前互相指责对方的施政方针有关 想要了解更多更丰富的两岸资讯 您还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或者是搜索关注海峡新干线栏目 官方微信号 东南卫视台海资讯带节目365天 带您直击新闻现场 欢迎您锁定 每天中午12点播出的海峡五报 和每天晚间22点播出的海峡新干线 我是艾科竹 在福州祝福海峡两岸的同胞 平安喜乐 在福州祝福海峡